2020香港小姐竞选 早前公布10強名單 候選佳麗作最後衝刺 為8月30日晚舉行的決賽做準備 這日他們齊集電視城 為當晚表演排舞 這次還找來星級導師Sunny Wong 操刀 要在這麼短時間內學會一隻舞 對不少佳麗來說都是一大挑戰 不過大家都很用心練習 希望呈現最好的表演給觀眾 這次也是我們第一次 在別人面前跳 都不同的感覺 我們最近都練習得很勤力 我自己沒有跳舞 所以都要努力一點去 但是我們看到跳出來的效果 其實是很型和很漂亮 所以都很開心 我覺得這次的舞蹈 是有別於以往港者 可能多了很多不同的風格 我們和前幾天都練到晚上12點才離開 所以我們真的很努力去練習這次的比賽 是啊 我們每天都練習 有些很熟悉跳舞的人 就會找我們分成一般教我們跳 所以我們都勤於練習 所以我們都勤於練習 那接下來呢 就要做決賽的時候 自己有沒有說這幾天 或者最近的心情是怎樣 有沒有說已經開始不吃東西了 要減肥了 我覺得早前就是會開始不吃東西 但是因為就來比賽的壓力是非常之大 所以是要吃多些東西 要去做多些可能是才藝 跳舞的練習 所以吃東西是很重要 到這個時間 雖然何曼山和謝欣玲同樣有舞蹈底子 但正正因為學過跳舞 所以令他們多了份壓力更加容易出錯 其實我剛才脫了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但是因為我 還是跳了很多年 所以我脫了一下 就立即補救到 好似的 應該不覺得 但是我站在前面 所以我 我猜就算大家看到 都可以保持笑容 繼續跳下去 我跟學生一樣 本身也是有跳開舞的 但是可能有時候聽到音樂 就會比較興奮 就有一點跳快了 所以下次我會令自己冷靜一點 跟回節奏跟回音樂去跳 我知道你們最近都很喜歡跳舞的 你們的時間 根本上休息時間 有沒有比較緊張 我會在一些可能吃飯 或者一些休息的時間 盡量排舞 和嘉禮一起跳 令自己更加熟悉的舞步 和我們一起跳的話 就可以知道大家有什麼錯 然後互相指點一下大家 令到表演更加好看 回到家 雖然其實比較累 或者不夠睡 我都會抽些時間去自己練 對著鏡 希望可以跳得好好看給大家 才藝表演 我今年會表演斯帶舞 是的 其實我之前是沒學過斯帶舞 我是這兩個月剛剛學識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看待它 大家除了擔心才藝表演之外 最令人緊張的 當然是問答環節 因為要穿泳衣去答問題 其實本身穿泳衣已經很緊張 再加上問答就更加緊張 不過希望也可以 做得好些 給大家看最好的一面 給大家看 我也是 我想答問題是難一點的 我講說有一點差 但是這些比賽都是好玩 所以看看到時候才會問什麼問題 自己有沒有信心可以入到三甲呢 對不對 我覺得大家都非常有自信 其實到現在我覺得三甲也不是重要 我覺得好好地享受這個過程 就已經很好了 因為都是想做好這個show 給大家享受的 我想這個經驗是更重要 比贏一二三的 有其他獎 不是真的要一二三 還有今年的女生 真的很friendly 很漂亮 是很難的 今年我猜不到誰會一二三 曾經被Lisa姐 汪明泉讚有冠軍上的廖惠儀 早前透過社交平台 鋪上拉票 但就引來網民評擊 不過Jessica就表示 對於這些情況 不會放棄心 其實一直都參選以來 都很多朋友支持我的 我相信在網上 攻擊我的網民 在真人現實世界中 我們是不相識 他們都不清楚我的為人是怎樣 所以當中有誤解 可能是正常的 我覺得 我不需要去解釋自己 還有我自己都不需要理會 心態很重要 因為始終我覺得 這些不可以影響到自己 雖然Sunny Wong 已經不是第一次為香港小姐排舞 但相信這次的節目 一定會帶來全新的視覺享受 因為這次主要的跳舞 是他們加上40個舞蹈員 一起跳舞 主角是他們 所以他們比較擔任的部分 是比較多的 我想起半年裡面 應該是大型的一班 舞蹈表演 我覺得是 是 很久都沒有做過這個表演 但加了很久 就多了半年 我覺得就是 這次的歌舞 我覺得 對我們的幫助都很大 大家都很開心 跟台上跳舞演出 是啊 一個好的開始 希望是一個 你現在會不會說 可能做多些不同的活動 或者 跟其他舞蹈員去跳舞 都會有的 如果有工具做開工的時候 我們都想大家舞蹈員 所有人都一起做事 希望可以回復正常 盡快 大家支持 這次香港小姐裡面 主題是以什麼為主呢 有些少許用5G 5G的技術 幫到我們這隻舞 還有新的科技 新的元素 可能有些銀幕上 一些screen 是銀幕上 是有很多獨立的科技 很獨特的Effect A台 給大家展現出來 加上我們的舞蹈 希望多志多才豐富一些 還有大人光舞 大概五分鐘那麼長 其實是一個很開心的 跳得很厲害的 他們十位家 是Catch up得快不快 你自己覺得 沒有的 一定要快 因為我在催谷下 在我這個訓練下 要很快就學了 很快就學了 最重要是多點時間給他們練 最重要是